各位,我們前面所談的東西都是用靜態的方式 就是所謂的Static 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Dynamic 就是我們這個Hedge Table是要能夠變化它的大小 來決定這個Overflow問題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談這個Dynamic Hedge 就是我們的這個Table會有變化 這個Static的問題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如果我們的Table快滿的時候 將要滿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變得沒有效率 因為你經常要碰撞 那經常碰撞的話就變得沒有效率 那不但是你要放進去的時候會發生碰撞 將來要縮小的時候 你要縮起一大串的東西 那變成沒有效率了 那所以呢我們就希望說 能用這個動態的方式 來這個建造我們這個HTable 那這個動態的方式也不光是說 把Table把它變大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們可以說 我就是把這個Table變大 然後直接把現有的東西就把它開過來 那這個是行不通的 所以還是要有些技巧 來想辦法能夠用Dynamic的方式 來幫這個Table能夠變大 好所以我們的目標 就是希望這個Table 可以這個 如果就是變大 所以就是縮小 可以放大或縮小 那因此啊 我們的這個Hash function 當然也可以跟著Table的 放大或縮小 那所採用的這個Hash function 也會有所變化 那所以呢這個 本來我們用這個H的方形 那Table改變之後呢 我們就要另外一種方形 叫H'的方形 那你的這個大小 原來是M的這個大小 現在經過改變之後啊 會變成M'的這個大小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介紹這個 DynamicHash function的這個方法 第一個方式啊 第一個方式啊 第一個方式是 我們有一個東西啊 叫做Directory 就是那個東西 那Directory就是 在各位現在的這個 電腦的那個資料夾啊 叫做一個Directory 資料夾的概念 但是呢這個資料夾在我們 比較早以前呢 我們把解從目錄 目錄的概念啊 Directory就是目錄的概念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地方我們有一個範例 等一下我們都會用這個範例來 來這個 作為我們要配進去的資料 那我們這個範例 雖然這個值很多很多個啊 可是我們還是把它看一倍 因為這個 將來等一下我們就馬上弄到這個啊 這個我們有A0 那假設啊 經過一個轉換之後 我們已經得到六個Git的資料 所以這個A0轉換之後啊 就變成一 一連連連連連連連 這是A0的資料 然後這個A1的資料呢 經過轉換之後啊 變成一連連連連連連連 B1轉換之後啊 變成一連一連連連連 B1轉換之後的資料 變成一連一連連連連 再加上C1轉換之後的資料是 一一連連連連連連連 這個是C2的資料 3、4 然後B4、B5 有這些資料 那轉換之後呢 現在都已經變成六個bit的資料 那就是六個bit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說 那我們這個在印射的過程當中 那如果說發生這個碰撞的話 我們要怎麼處理 那我們會用一個 directory 這個的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其實就是 我們的一個資料夾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 我們這邊稱它就是 用point的概念 就是 有一些 有一個資料夾的概念在這個地方 然後來 用一個point的概念 指向你真正放資料的地方 所以這個 directory 就是我們的point 就好比說 各位在開電腦檔案的時候 你看那個資料夾 資料夾是一個目錄 這個目錄呢 點上去的時候 它會真正把你的 檔案所在的位置的內容 裝出來給你看 所以你看到那個目錄 或看到那個資料夾 其實你看那個檔案名稱 它是一個指標 指向我們的disk 真正放東西的位置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director 也是這個概念 它是一個point 它是一堆point 這些point會指向它 真正放資料的地方 這個size到底是多少呢 我們就把它定義成這個2的7次方 就是我們的 到底用幾個bit來表示它 那7就代表我們的bit數量 最開始 7等於2 所以2的2次方就等於4 2的2次方 這個7就是我們bit數量 2的2次方等於4 那我們再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都會用這個fub 就是這個hok 就是我們最開始定義出來的6bit 這個是h function 所以各位如果去查一下前一頁的話 那c5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是c5這個資料 那c5這個資料 原始的hpunction 所得到的6bit 是1110 110 這是原始 這個資料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到這個h 如果後面再加一個值 譬如說這個hc5 後面再加一個2 2代表我們取最右邊的兩個bit 如果hc53 那我們就取最右邊的3個bit 所以我們這邊取的這個方式是什麼 是用這個sd list significant bit 最不具意義的bit 也就是最靠右邊的bit 好 那這個最靠右邊的bit數量 這個bit的個數 其實就是我們direct的深度 這個direct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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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這個 2的多少次方 這個多少次方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深度 2的bit就是我們的深度 那它的這個大小 就會變成2的p次方 這是我們的大小 所以就是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了 你看你用幾個bit 如果你用2個bit的話 那你的大小就是2的2次方 如果你用3個bit 那你的大小就是2的3次方 2的3中就有8個位置可以放 好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 假設一開始 我們用的是這個t等於2 那t等於2的話 就是我們會有2的2次方 我們會有4個位置來放這些資料 所以t等於2的話 我們就是 編號從00到11 這邊一共有4個位置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directory 這個directory 就是我們的那些指標 指向它真正放資料的地方 那我們其實這邊呢 我們也假設 每一個project 它能夠放兩個資料 就是有兩個start 每一個位置都可以放兩個資料 那在這個 我們還沒有把這個C5加進去之前 這個資料擺放的情況是這樣的情況 那現在我們就準備把這個C5 準備把它放進來 那我們也先把它看一下 現在我們只看右邊的兩個bit 所以這個00 就是A0放在00的地方 那這個A1呢 是01 所以就放在第一個01的地方 B0的話也是放在00的地方 V1的話 就放在01 還有這個C2是放在10 還有這個C3是放在11 那現在我們準備把這個C5放下來進去 好那我們非常明顯的可以知道 這個C5這個放進去的時候咧 我們就會發生碰撞 假設你只用兩個bit 它就會發生碰撞 因為C5的這個後面兩個bit是01 後面兩個bit是01 那01的話在原來這個cable裡面 下半部先不要看 在原來這個cable裡面的話 那01就會跟這兩個發生碰撞 因為這兩個 這個已經放了兩個資料了 你再放第三個進去就碰撞了 那所以呢 碰撞怎麼辦呢 碰撞就是 現在我們準備把這個C5放進去 如果你原來只用兩個bit 就是最堪 最優位的兩個bit 01 那可是這個A1跟B1已經在裡面 所以這個差別就是overflow 產生碰撞 產生overflow 那現在就是我們要想辦法 找到一個適當的u的值 找到一個適當的u的值 這個u的值呢 可以把這三個字要把分開了 就是A1 B1還有這個C5 要放進去碰撞了 你要找到一個適當的u的值 把這三個字要把分開了 一定要找得到 好 那我們看看 如果我們再擴充一個bit 剛剛我們看右邊兩個bit 現在我們看右邊三個bit 再擴充一個bit的時候呢 我們就發現 這個A1 B1還有C5 他們的這個三個bit 就分開了不一樣 這個A1是001 B1是001 C5是101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分開來 分開來就可以消除我們這種碰撞的情況 因為你現在多加一個碰撞 你這樣能夠把它分開來 它碰撞就會消失掉 好 所以呢 我們就是去找到那個u 這個u呢 就是對這個A1 B1還有C5 他們沒有完全相同 我們把這個u把它找出來 三個bit 在這個碰撞裡面三個bit 好 所以u等於3 那u等於3呢 我們就準備好 把這個原來的這個directory 從原來2的2次方 把它擴充變成3個bit 2的3次方 所以這個d 原來是2的2次方 現在我們把它擴充變成2的u次方 u等於3 也就是2的3次方 好 所以咧 我們就從原來的把它擴充變成這樣子 那擴充完畢了之後 第一步咧 就是把下半部的 你的指標指到前半部去 我們資料還沒移動 所以先開始先把它指到前半部去 前半部去 那這指到前半部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只看2個bit 你的零連 這個零連 跟這零連是一樣的 他們都指到相同的資料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只看2個bit的時候 你要找的資料就在這個buck上面 那跟零連所要看的是一樣的資料 所以最後面這4個 跟前面這4個 剛剛E對1對1 我們就把它指向這個地方來 好 那再過來當然我們要解決這個 碰撞這個問題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是 既然已經知道 你要放進去這個c5是 產生碰撞的 而且已經擴充變成3個bit 所以我們就把A1 B1還有c5 這三個資料 我們重新recage 那現在recage就是用3個bit 剛剛是2個bit 現在用3個bit 那3個bit的意思是可以把它分開來 好 那recage完畢之後 我們就會發現 recage完畢之後 我們就發現 這個A1一樣是001 B1一樣是001 但是這個c5呢 放進去之後呢 就變成101 好 所以呢 我們就針對這個 這個位置到 馬路recage 這個位置馬路recage recage之後 A1跟B1 能量放在001的地方 那可是呢 這個c5呢 他就會放在新的位置 也叫做101 所以這個 引出recage之後的情況 這個還有 這個是recage之後的情況 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原來這個101 他剛剛開始的時候 他也是指向這個地方 可是我們已經經過recage了 所以他就更新他自己的指標 指向他真正新的bucket的位置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產生這個新的東西 我們就把東西變成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裡 這要注意 注意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有把真正的001 還有101 他們的這個指標 這兩個指標 是真正的分析的 這個001裡面放的東西 這個是001的 這兩個都是001 這個101放的東西 他真的是101 剩下這幾個 其實我們並沒有更新 我們只有更新 剛剛加進去的這個資料 已經碰撞了這幾個 其他的資料 我們並沒有更新 所以剩下這幾個 00000 010 0001 這三個我們並沒有更新 那你說我們會不會弄錯 其實不會 因為 如果未來我們的hash的指是100 100 100現在的東西也是暫時放在這裡 跟000的東西是放在一起 所以將來如果你是hash之後 是要找100 那我就會通文的到這邊來 我如果將來hash之後 要找的東西是100 我也是通文的到這個地方 所以還是可以找到你要的資料 換掉就是 有兩個hash的index 這兩個 他們是暫時只到同一個地方來 那這些就是你要找的資料 還是可以找得到 所以各位要把它注意一下 只有這兩個h 只有這兩個就是 剛剛看的 只有這兩個001還有101 他們的指標是真正更新過的 其他的指標都是保留原來的情況 沒有更新 那更新的標就是局部的更新 也就是剛剛你加進去這個C5 然後變影響到了這個波波波波波波波的情況 我們把它更新一下 其他的保持原狀 所以更新非常少的保持原狀 然後在下一次假設我們加入一個C1 那C1的話是這個 tires X classroom 001 那我們先看一下 你這個C溫要加進來 是001 001 那你們看 如果你只用三個bit 那001要加進來 001要加進來 又是這一個 又碰撞 所以你現在只用三個bit 001放進來是會產生碰撞 然後接下來用鋼的概念 那001 放進來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就要想辦法去找到一個bit的數量 使得這三個資料是可以分開來的 那我們看一下 剛剛是這個 A1 還有B1 還有C1 這三個現在是困在一起 如果你只看三個bit的話 這三個都是001 他們困在一起 那我們就去找 那我們現在發現 你找到u等於4 四個bit的時候 這個就可以分開來 這變成0.01 然後這個變成1001 這個變成0.01 所以這三個已經分開來 所以我們要找到u等於4 好 那你現在變成 剛從u等於3 變成u等於4 所以你再把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director 把它扣充 變成2的4次吧 所以這邊有16 過度變成24 然後呢也一樣的 一開始 你的這個後半段 新增加這幾個 都是暫時指向你的前半段的bucket 暫時指向它 然後再過來我們就要解決什麼 001的問題 我們要解決001的問題 001是在這裡 那我們把它hack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001的這個a1 它在0001 b1呢 它會到什麼地方 到新的1001 新的1001 然後c1呢 會在0001 好 所以呢 在右邊的這個director的地方 我們真正有更新的 更新到正確位置 是001相關的這兩個 這兩個位置是真正有更新的 剩下的部分都保持原狀 那剩下的後半段 剩下的後半段 剩下的後半段 都是從剛剛前半段cabby過來的 要記得前半段裡面有一個 在前一次已經更新的 是這個 0101 這是前半段三次已經更新的 所以這個1101 這個 跟我們後半段的這個101 這個 它每天要指到同一個地方 這兩個指到同一個地方 就是上一次已經更新過的這個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所有的下半段的部分 就是新的這個是更新的 剩下其他的不是原來 好 所以這個方法就是 我們利用direct的方式 來把它更新 然後每一次呢 我們在這個 膨脹我們的direct的時候呢 我們的更新的這個數量其實很少 不會動到其他線有的情況 好 以上是這個 第一個方法 我們用這個 這個dynamic的這個黑選的方式 這個 剛剛的這個好處 就是 你只有什麼 這個 我們每一次 就是 我們每一次就是把這個 把這個 我們的 director 把它double 你真正存放資料的地方 並沒有double 各位看一下 我們是把這個 存放資料的地方 我們就多一個位置 存放資料的地方 我們就多一個位置 可是它並不是存放資料的地方 我們只是把這一串 空間 double而已 所以存放資料的地方 變成很大 這是 剛才才用的這個好處 就是 我們 CVF 我們只有把 наб back 然後再下來 哪些地方要更新耶 這邊也談到 只有 產�碰撞的 那個 overflow的地方 不更新 其他也不更新 像我們剛這個範例 就是 因為你碰撞是產生在 0.01的地方 所以 0.01的地方 跟你新加密 Northeast 這個地方是要更新的 其他地方也不更新 所以我们刚刚所采用的这个director有两个傲出 你这么加的空间其实没有很炸 你要更新的时候只有局部更新 不必全面更新 好 再过来是第二种方式 director is 后面加一个ldss 代表是没有 没有director 没有director就是 那个资料就直接放到你要放的地方 就是放在bux里面 你这边没有director 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种方式 这边没有误录 那我们也是用一个方例来把它抽作一遍 好一开始的也是这些资料已经排好出去 假设这些资料已经放在里面了 这个也是一样 最开始我们只有看两个bit而已 所以这些资料已经放在里面了 已经放进去了 那现在我们准备新增一个资料 c5 我们准备放进去 那c5的这个值 c5的值 再看一下这个c5的值是多少呢 是111101101101 这是c5的值 那所以我们如果看两个bit的话是01 看两个bit的话是01 是01 所以如果你这个c5的话看两个bit是01 也就这个要放进去动作 一样的哦 你这个每一个只能放两个资料 所以如果你这个c5要放进来的话 就能测试场的动作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动作 一开始你喜欢把这个c5放进来 那我们就发现01是overflow 那01overflow的话 我们这里就自动增加一个新的bug 你原来的bug 你原来的bug是四个 现在我们只增加一个 不是double哦 增加一个新的bug 增加一个新的bug 那这个我们是喜欢他写这个编号 2的r4加q 就是这个是增加一个新的bug 好 那这个新的bug 其实就是我们要把 把下一次我们要新增做一个q q就把这个q的值加1 刚刚的q的值是等于你 新增做到的q就变得低了 好再下来 我们这个 我们新产生的这一个 那新产生的这一个是跟什么有关 跟0 0 0有关 原来这个0 0 后面这也是0 0 所以新产生的 是跟这个0 0有关 不是产生空中这一个 是这个0 0有关 这边是0 0 这边是0 0 所以我们就把0 0的位置的资料 把它重新rehash 把它重新hash 因为这边是0 0 那你新增加这个是100 所以你的资料来源 只会从0 0那边拿过来 因此的话我们这一步就是rehash rehash什么 0 0的位置的资料 它就是b4跟a0 这个rehash 因为你这个00 现在分成两格 分成1000跟1000 所以这两格我们要看三个bit 我们要看三个bit 因此我们要用hk3 3就是看三个bit 看三个bit 所以这两格 我们是看三个bit的 那看三个bit之后呢 因为这个a0放在这里 b4放在这里 所以 0 0 0跟100 我们是看三个bit 剩下其他部分 我们没有改 仍然看原来旧的两个bit 所以 剩下其他的001到110 就是这一个范围 我好像写错了 011 这边改一下 这边写错了 011 011 也就是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呢 因为他没有相对应 新的bucket来使用 那他只能看两个bit 所以 这一部分是看两个bit 也就是这一部分 还能看是旧的 好 然后再下来 我们把这个范围 音色到他 因为这个部分只能看两个bit 所以范围能看是音色到 001的这个bucket里面 但是我们增加一个 叫做overfloor bucket 是一个额外的暂时的空间 拿来放这个系统 好 所以 这里的方式是 并不是立刻解决 碰撞的地方的问题 就是我们 放进去的时候 产生碰撞 那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hash table 太小了 应该要长大 所以 他就把它长大一格 长大一格之后 那你长到这一格 新的这一格的话 根据在这个的话 一定是 有些资料是共用的 我们就把它分开来 把这个A点 跟B点分开来 然后呢 自我能不能是把 你刚想要新增的这个C5 还是放到它 该放的地方 所以产生碰撞 这边的逻辑是 产生碰撞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hash table 把它长大一个 这是一个概念 好 再下来 下一个 我们要把这个C5 把它放进来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C5 放进来 产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也看一下 这个C5 到底是什么东西 C1 就是 001 001 后面三个变成001 好 那C5 要放进来的时候 我们先看这里 又是到这个 希望是001 又是这个 那它原来就已经碰撞了 你现在放进去 当你共识碰撞 好 那怎么办 只要你发生碰撞 我们就新增加一个新的bug 所以 刚刚是这个100增加之后 再下一个就是101 增加一个新的bug 就叫101 好 所以现在我们就增加一个新的bug 叫101 好 所以001碰撞了 我们再加一个新的bug 叫101 然后把据入者把它增加 增大 好 再后来 你当然就必须把 刚是跟001相关的这个 001相关的这个 就是 现在这个新的 叫101 那这些资料 就是刚刚在这里面的这些资料 这一堆资料 你要把它分开来 因为我们现在新增一个bug 所以你就是这个001 要分为001跟101 要把它分开来 所以这两个呢 要看三个bit c呢 这两个要看三个bit 好 好 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要re-hash 原来碰撞了这几个 A1 V5 C5 C1 这几个 我们要看三个bit 好 那总的来讲就是 这里面有些是看三个bit 有些是看两个bit 因为这个100 跟这个1000 跟这个1000 是 右边两个bit相关的 他们是分小的 所以他们要看三个bit 这个新的101 跟这边的001 也是一样 右边两个bit是一样的 他们是 共享这些资料 所以他们看三个bit 所以 这边下面这个图号里面的东西 就是跟你讲说 哪些资料是看三个bit 哪个资料是看两个bit 那就是 000跟001 还有呢 100跟101 这个是看三个bit 剩下是看两个bit 一样这边好像也是写错了 这边应该是011 这一笔也是写错 剩下这两个是看两个bit 他们那是旧的 就是011 就是要改一下这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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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这个 HEPT的这个chug 我们就介绍完毕了 虽然后面这两个方法有些复杂 但是这两个方法也是很容易考试 我们好像去年的期末 最后这两个配合的方法我们就考试 所以很容易从来考试期末 好那我们已经把这个部分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有效的这个tree 一样我们下礼拜日还会有小宝 好我们刚刚在介绍为什么要用这个hash这个gain的时候 那我们曾经看到说Balance Mindstream 那它的这个时间啊 都可以限说在多文的这个时间的范围里面 那所以呢我们这个chatter我们就是要介绍 怎么样去建造有效率的这个Mindexert Trim 好现在我们看看 这个地方这两个都是Mindexert去 那Mindexert去的定义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如果你从录者来看的话 左边的指比较小 右边的指比较大 从这个25来看的话 左边的指比较小 右边的指比较大 右边这个tree也是一样 从录者这个tree来看的话 左边的指比较小 右边比较大 从这20这个tree的录者来看的话 左边比较小 右边比较大 所以这个我们要搜寻资料的话 就很方便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那到底是左边这个tree 它的结构比较好 还是右边这个tree的结构比较好 那当然各位可能印象会觉得说 右边这个比较均衡 因为右边的这个部分 至少这个部分的话 它左右是均衡的 那左边这个tree好像倾斜一边 这个tree这边这一条很长 倾斜一边 所以你的概念会觉得 左边这个tree要不好 右边这个tree更好 那这个问题是 你这个概念是从何而来 很多时候 这个同学好像在写部分 解问题 但是不晓得题目是什么 你要解问题之前 你都不知道题目是什么 那很多人会说 右边比较好 可是你的判断基准是什么 譬如说我们说 这个某某人 这个从事能力比较好 那你怎么要讲一个判断标准啊 明天晚上的心理考试 他考了五题啊 所以他从事设计能力比较好 对不对 你要有判断标准啊 或者他知道结构的成绩比较高啊 所以呢 他从事能力比较好 你要有判断标准 你不能说他会打篮球 就说他这个从事能力比较好 是无关 你可以再提醒各位啊 明天晚上啊 别忘记啊 不可以迟到 不可以迟到 5点40以前要报告啊 6点之后就攻击场 那如果你这个 还没考过CPE的 你又要迟到 那我拜登标准标准 那这个我们的这个规定就是 CPE考试 如果你 这个是最低门槛啊 那里面要通过议题 没有通过议题 没有通过议题 那这个全体的课直接上去 通过议题 我没有给你保证 不配及格啊 但是及格的几率很大 因为我觉得 你有CPE考试的这个能力 其他能力也就会具备 那当然你说期末好 考温 考温当然也不行 好 所以这个 我们要必须要判断标准 那为什么说 左边的距离比较差 右边的距离比较好 事实上是这样的 事实上是 你假设 你假设什么问题呢 他们被搜寻的记忆都相同 就是你存在内心的假设 他们被搜寻的记忆都是相同 那搜寻的记忆被相同的话 那就很简单了 左边你的Cost是多少 也就是你需要比较的次数是多少呢 那我们就可以算一下 如果你要找这个10 只要一次 这个蓝色这个值 就代表你要比一次 你要找这个5或这个25 你要比较两次 这个比这个 你要找20的话 你要比较三次 这个要四次 所以你把12234把它加在一起 除以5 平均是2.4 如果你是右边这个tree的话 也是要我们把 你能够搜寻的这个 资料的这个次数 把它相加在一起 12233 平均是2.24 所以如果你是均衡的tree的话 那你的平均的次数会比较少 右边看起来就比较好 假设基础在哪里 这个 一口这个字很重要 也是假设它们都是平均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它除以5 除以5的意思就是 大家的权重都是一样 没有哪一个特别高哪一个特别低 所以我们把它除以5 换一个情况 下面这个就不一样 我们有假设 缩寻这几个资料的几率 是这个情况 刚刚缩寻这几个资料的几率 都是五分之一 所以除以5的意思就是五分之一意思 现在呢缩寻的几率 缩寻的几率变成这样的 要缩寻这个5还是0.3 这个10也是0.3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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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这个加起来当然也是1 但是并不是五分之一 并不是每一个都五分之一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算 就是把你的次数 乘上你的几率 0.3有几个呢 0.3有 这个是0.3 这个是对应到5 这个是对应到5 它有两次 所以0.3有一个两次 0.3这个对应到10 10是一次的 所以我们就加1 再过来 还有一个是0.3在这里 对应到25 25是要两次的 所以0.3有什么 有2加1再加2 这是0.3的情况 0.05的叻 是这两个 15跟20 15跟20叻 对应到就是4跟3 对应到4跟3 所以0.05乘以4 再加上3 就是1.85 全部合在1.85 同样的 你可以算右边那一个 得到是2.05 所以在不同的 基率分别之下 现在 这种基率分别之下 右边比较差 左边比较差 好 原来你说左边比较差 右边比较好 是因为你假设 每一个基率都是五分之一 都相反 现在我们的基率 是哪个都五分之一 不一样 所以 现在变成Q边比较好 现在变成左边比较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目的 我们现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 给你基率 你要建造一个好的区 给你基率 你要建造一个好的区 建造一个 假设给你的是这一串基率 那你建造出来的区 要右边这一种 不是 要左边这一种 要左边这一种 不是要右边那一种 如果给你的是什么 相等的基率 那你建造出来当然是右边这一种 所以给你的不同的基率 你建造出来的区就不一样 好 那我们要介绍 我们要这个 进行这个演化说明之前 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叫Extended Mindset 那这个Extended Mindset 就是 对我们这个讲解演化 就帮助比较大 就是 我们在搜索这个资料的时候 这个搜索的时候 如果你是在这个 5到1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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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你现在搜索这个资料 等于6好了 这个是在5到10之间的 第一次呢 我会比这个10 比10还要小 所以往右 往左边 比5还要大 所以往右边 它会落到这个方块里面 这个方块是不存在的 那我们利用这个方块来代表 代表 Failure Node Failure就失败它 这个 这个叫Extended Node 外部的点 这个外部的点 代表失败的点 就是你走到资料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块来代表 它资料是走不到的 那如果你的这个值 在25以上 这个在25以上 譬如说你要找到这个值 x等于26 那你等于26的话 第一个比10还要大 第二个比25还要大 那我们这边就有所谓的这个 Internal Pathless 跟Extended Pathless 那这个Internal Pathless 就是把所有内部点 所有内部点 到木头的距离 把它全部相加 这叫Internal Pathless 所以这个按照这个公式 就是 到木头 到木头这里嘛 这到木头是一部 这到木头一部 这两部这三部 全部加在一起 就是这个 这是7 那Extended Pathless 就只看外部的点 只看外部的点 只看外部的点 到木头的距离 这个就是2 这个就是2 然后这个也是2 然后3 4 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这等于17 就是外部点的距离 全部加在一点等于17 好 那因为我们的 将来在缩写的时候 可能会有 找不到资料情况 所以可能会落到 Extended Pathless 有这种情况 那因此的话 我们当然要考量 Extended Pathless 那正好有一个公式 Extended Pathless 我现在讲这个点的数量而已 要不不 讲这个长度 讲这个长度的话 它正好有这么一个公式存在 那我们在这边就不证明了 那如果 但是如果你带入这个 刚刚这个范例 其实它是看到 它是对的 i等于7 再加上2乘以N 那N的话 那边有个点 N有个点 所以 i加上2乘以N 2乘以5 就是等于17 那我们现在 也进来 就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建造一个好的Mine Search Trim 今天可能要稍微 延后一点点把这个讲了 那我们进来的这个值 就是A1到AN 我们要把A1到AN 建造一个好的Mine Search Trim 那所以这个A1到AN 当然这边假设的 这个A到AN 已经排好顺序的 假设上排好顺序的情况 那其实不是它 不是假设排好顺序 我们要放进去的时候 本身就是要 要按照顺序放进去的 那我们来看看 这些资料放进去的时候 右边就是一个 建造好的Mine Search Trim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所给的东西 还有所谓的几率 Pi在什么意思呢 代表第1个资料 被缩寻到的几率 我们这边的这个 10在我们这边是第2个 5 10 15 10是我们的第2个 所以呢 这个10被缩寻的距离叫做P2 就是A2被缩寻的距离叫做Pi 另外 假设你要缩寻的这个资料 在两者之间的 那这个叫做X 这个叫做Qi Qi Qi也有可能等于0 Qi的编号是从你开始 你的这个 最左边那个已经没有东西了 所以Qi是等于从你开始 然后最后边是Qn 既然讲几率的话 那它全部的几率加在一起 就等于1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模型 你进来要建造一个好的MySearch Tree 那我们要给你什么东西 给你这些资料才好出去的 给你找到资料的几率 跟找不到资料的几率 那这些经济加在一起 好那接下来 那我们如果建造好一个Tree之后呢 那我的Course怎么算 那Course其实就是模仿前面的Course 模仿前面的Course 模仿前面的Course 就是模仿这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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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有找到了我们先看 有找到就是 你在哪一个level 你在哪一个level 你就是把那个level的值乘以pi 你在第一个level 那你的Course就是1 1 再乘以你的pi 你的机率 你在第二个level 那你的Course就是2 再乘以你的pi 在 这个就是有找到的情况 那没有找到的情况 没有找到的情况的话 就是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 你要找个6 6 6会落到这个地方 可是落到这个地方的话 它事实上是比了两次之后 就知道它不在里面了 所以这个 这个Fairnode 你的level 要减掉1 才是你的Course 1 2 2 两次之后就找不到了 所以在这边 level Fairnode 减1 为什么减1 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我们假想 它落到这边来 可是这个点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找两次之后 你就知道它不在里面了 好 那也一样 乘以QI 所以这点减率 这个就是Total Cost 我给你一个Tree 你一定可以利用这个公式 把你这整个Tree的Course把它送出来 Optima-Search Tree Optima就最佳 这个字叫最佳 最佳的Mine-Search Tree 目的是什么 我们就是要建造一个Tree 要minimizeTotal Cost 要让那个值最小 让这个值最小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那这里就是 要解这个问题 用这个所谓的 胆月Program來解 其实我们CP考试 经常有出现 胆月Program 这种动态揮发的方式 来解问题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有些符号 那中文的话 是什么 TIJ 代表这个Tree 这个Tree 这个Tree 就是 你的这个 资料来源 是从Ai加1 Ai加1 倒接 也就是从I倒接的范围 但是这个I倒接的范围 这边讲的 这个是从I加1开始 I加1开始起算 倒接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的资料 我们要建造一个 最佳的反应式Tree 那下面这个 就是它相对的 这个符号 那我们马上看这个 解证问题的公司长什么样子 下面这个是一个示意 就是你现在要 从Ai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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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AJ 这个要形成一个 933 那你一定 有一个点要拿来当root 那这个root 那这个root 这个AK 当然它的AK 一定是I加1 到J 之间的某一个 拿来当root 那是哪一个 不知道 那这个某一个当root 是后来 因为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是mine-3 比AK 还要小的 一定要放在左边 比AK 要大 一定要放在右边 那哪些是比AK 要小的 i加1 倒贴 这个部分的值 都是比AK 要小的 它必须放在左边 这个部分的值 都比AK 要大 必须放在右边 那左边这个L 什么意思 L就是L 这个部分的tree recursive 所以这个recursive的概念 你当你把这个 AK 放入的话 那左边这个 就形成一个更小的tree 这个更小的tree 你也是用理科学把它建造起来 才能够把它链上来 右边也一样 理科学 好 所以这个理科学的概念之后 那这个整个tree 的cost到底是多少 就是我们这边要介绍 CiJ CiJ 就代表我们这个tree的cost 那也记得 我们的i iJ律师 是从iJ一开始 起算到J 那这边的cost 怎么算 这边或者就是 想象一下 我们比较一次 可能找到 可能找不到 但是所有的机率 都要经过这一次比较 一次的比较之后 如果你找到就结束了 找不到 如果那个子比较小的 往左边 你要往左边找 如果那个子比较大 你要往右边找 所以 或者是那个 最后找不到的 那个机率 所以往左边找也好 右边找也好 还有你比较到这一次也好 你都要经过一次的比较 那个一次的比较 有找到这个 有找到就结束了 那就叫PK 我们讲吧 如果你的资料是AK 你有找到那一个 那你机率叫PK 那就结束了 所以就PK乘以1 再过来勒 那如果你要找的时候 这个资料不在你 不是这一个 不是你要往左边 那就左边这边 全部的机率乘以1 因为你已经找了一次了 左边的全部的机率乘以1 左边的机率全部乘以1 叫做VORO 这个是你注意一下 左边撒去的机率 你找到一次之后 没有找到你要的资料 你还要往右边跑 那也是一样一次 乘以这个往右边跑的机率 往右边跑的机率 就是VOR 这是右边撒去的机率 好 所以呢 这是比了一次之后 没有找到的情况 我们就是往左边 或是往右边 如果你往左边跑的话 你的COST是什么 每个型的概念 就是COST和L 左边那个SUBCT的COST COST和OR 右边这个SUBCT的COST 所以这个公式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下面是我们真正使用的符号 这个是一个概念 下面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用的符号 这个COST和L 每个型的概念 就是什么 从I到K-1 最后一个是K-1 所以这边写CI 然后K-1 右边的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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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K到Z K到Z K到Z 从K 因为我们的这个印点 都在加义 加义之后开始 所以是CKJ 就是右边的COST 这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 是RECUSH的概念 然后这个WAIT 就是把那个期间的位置 把它加在一起 这个是他期间的位置 把它加在一起 好 那对于这个 LAVIO的定义 其实这边是有定义的 这是LAVIO的定义 就是把他 那个期间的位置 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这个细节我们要看 就是把他那个期间的 所谓的 不管是失败的 或是成功的 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那个叫LAVIOI 好 那这个 我们最后把它整合一下 最后把它整合一下 这一项 跟后面这一个两项 把它整合在一起 就会得到WAIT 那WAIT 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 全部的范围 从这边开始到这里 全部范围的基地交在一起 这个是LAVIOID 这个是叫LAVIOID 所以会 最后会怎么 LAVIOID 然后呢 在这里 在这里 就不晓得哪一个 哪一个 叫Dunload 所以我们这里 不知道 所以我们这边 用表示法 就是用L 来表示 不晓得哪一个Dunload 我就要找看看哪一个Dunload 那我们下面 看一下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 各位可以回一下taste 我们假设这个N等于4 然后呢 我们有四个资料 10 15 20 25 我们有四个资料 然后我们的基率是这个 3311 还有2311 那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全部加在一起 16 这个全部加在一起 3加3加1加1就是8 2加3加1加1加1就是8 2加3加1加1加1就是8 这全部等于16 那我们写16分之1 16分之3 太啰嗦了 所以我们用整数来表示它 把这个只乘以16 就得到3 所以真正的基率是16分之3 你把它助记一下 这个真正的基率 对应的是16分之3 这个基率对应的是16分之1 但是呢 我们怕啰嗦 我们就先把它乘以16 这个基率 我们只是这样算比较简单 然后呢 根据刚刚的公式 我们就可以算 算出这个所谓的W01 W01就是 它的范围里面所有的 它的范围里面所有的 所有的失败跟成功 全部放在一起 成功的 要记得W01 就是从0到1 从0到1 那其实呢 它的范围里面就是 成功的是1 不成功的是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左边那个是Q0 右边那个是Q1 就把这个全部记在一起 就是W01的机率 就是8 那当然你真的要讲话 它就19分之8 然后呢 然后呢 C0EA 其实这个3 就一个而已 这个路者就是一个 唯一的可能 就是第一个路者 所以路者它这个 算算之后呢 这个值啊 就是1 所以不要代表 这个3 它的路者就是1 那接下来这个 这个也是一定要算 然后这个路者是 再过来这个 你的选择就有好几个了 就是 C1 4 从1到4 那也一样可以去把它算出来 但是呢 你的这个去的路者 有可能是 第二个 有可能是第二个的话 你的分割点是 C1 1加上C24 C1 加上C24 这是你 路者是2 所有的分割点 路者是3 的分割点是 C1 2加上C34 路者是4 的分割点的话 就是 你不同的路者 你的分割点是不一样的 就是看这个 你在这边 有不同的路者 你这边有不同的路者 你的分割点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路者是234 这个是代表2 这个代表23 这个代表23 这个代表24 然后如果你是这个 西零4的话 那你的分割点 有这四个 这个代表0 这个代表1 然后这是代表2 这是路者3 这是路者4 好 那这个后面就是完整的 Table 刚刚我们只是算出其中一部分来 只是完整 那这个计算的顺序 在这边讲了 这个计算的顺序就是 一个Raw 算往B之后 再算下一个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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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到最后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好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标准的公式 就是全部标准在这块 这里 整理的这个地方 那右边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范围的值 那记得这个是 这个要乘以16 才会得到我们这个值 那我们这个值在这边 我们就是下面这些写的 都是没有乘以16的 就1乘以16的 都没有分布 都没有16分之1 那最后得到这个东西 那得到这个之后呢 你就往回追 看它是从哪里来的 那最后我们得到区域 这样子 这个时候我们去 这个资料的话 就各位就回家 回家再退 所以呢 就是给你这些机率 你建造出来的最佳的区域 就是这个 好 我们在这边 就下课了